新一鄉雙榮村 我今年就讀五年级 我的梦 我的体目是 我如何实现梦想 我的梦想是以后 想当警察 因为警察可以保卫国家 有时新闻上出现勾欠 或是欺负弱势的人 只要告知警察 他们会放下身边的工作 去认真执行一切 而我是一个 充满正义感的小男生 遇到不公平对待 我就会立即反应 所以要如何实现我的梦想 就事先把该土的书念完 甚至不到大学 让自己随时充满了许多知识 这样等展开后 梦想就可以一一实现了 我的演讲到前面出现 好 好 以上所有七位参赛者都允许上台演讲完毕 好 接着这个时间可能就要麻烦评审老师 费尽老师来统计分数了 因为diver 没有 没有 只有七位 七位 七位 对对对对 就刚刚那七位 所以这个时间 不要紧张 慢慢来 我们时间还是会 那这个时间我们就中间安排一个 我们刚刚上台演讲的新子洋 帮我们演奏一曲非常好听的诗歌 更多寻求你 一首诗歌的歌迷 那我们欢迎钢琴演奏者 新子洋同学 这个时候就可能要劳架一下我们凌晨伟严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祈祷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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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两个姐妹 一个是亚安 一个是四祥 一个是亚平 比较胖的这位是他们的叔叔 这三位 亚安目前跟四祥 目前就读水里博中 亚平现在是五年级的学生 他们带来 两手的精快的节奏 学历 也特别谢谢我们的学会 帮他们安排这样的一个 出的机会 也出的机会 他们需要 他们需要鼓牌 因为他们是刚成立的一个业团 业团的名声叫 玫瑰炸弹业团 这个名称很特别 他们的经纪人